請各位再看一下那個第二個單元 那特別注意 如果說今天我們剛剛 A跟B都是整數 如果你今天的話有小數點的話 特別注意整數的話它叫INT OK 如果說你今天假如說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特別注意 如果今天把這個34.5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樣把這邊 把它怎樣 把它用TYPE好了 不過TYPE可能外面就不能轉成STREAM 如果轉成STREAM的話 那它TYPE出來還是STREAM 如果你現在把A的TYPE輸出的話 那就是FLOAT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呢 假如你要把什麼呢 把任何的型態做轉換的話 那你外面可以 比如說你要把它轉換成字串文字的話 那你就是STREAM 如果你要把裡面這個變數轉換成整數的話 那就INT 那如果轉INT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那那個小數點就不見了 因為INT是整數的意思 OK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資料轉換成小數點的話 就FLOAT 所以目前的話 最常用到的TYPE的轉型就是三個 包含就是 那個什麼呢 STREAM INT 跟FLOAT OK 特別重要這個型態你不能轉換錯誤 只要轉換錯誤 程式就會有BUG 那其實我發現程式最常有BUG 就是TYPE L 形態錯誤 像剛剛有沒有 我們這個加總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那當然呢 就沒有辦法做串接 除非你把前面這個加總的這個敘述拿掉 那才有辦法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上面有一些相關的練習 請各位自行再把它TYPE出來吧 這個TYPE蠻重要的 如果你這個TYPE出現錯誤的話 那就會是個問題 所以這邊有講INT是整數 FLOAT是符點 一般就是小數點 那STREAM的話呢 就是文字 或者叫字串 OK 那特別注意哦 文字的符號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呢 我在剛剛這個地方輸出的時候 我是把它用所謂的雙引號 不過在python裡面 你用單引號也可以 也就是說單引號 跟雙引號 都可以用來代表 這個是文字哦 但是請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用單引號 兩邊都要單引號 你不能一邊單一邊雙 OK 那它不能接受 那 不過呢 像你會發現 我的習慣 一律都用雙引號 不過這是個人習慣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發現 我還會寫其他的程式 那其他程式都是雙引號 只有python用單引號 那我不是 要不要改來改 切換模式切太累了 所以我乾脆什麼 一律都用雙引號就好了 我就不用在那邊切來切去 不然我還要記很多 python固定用單引號 不過你會發現 網路上或者書上 大部分好像大家都習慣單引號 比較多 不過這個是個人習慣 你可以 這個我覺得程式不要bug 不要錯誤都是OK的 因為這也是它的規則 這個大家跟各位說明一下 文字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booling booling的話呢 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booling就有點像開關 true就是true跟false 開跟關 有沒有 實際上 如果true的話就1 然後false就0 有沒有 true、false 不過跟各位講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開關 上面就是1跟0 它沒有 它其實沒有on、off 它是1跟0 所以很多人會看不懂 有沒有到底開跟關是什麼 我其實因為常常寫程式 我大概1就開嘛 所以概念是一樣 1就是true就開 然後0的話就是off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開關 如果1跟0 你就知道1是開 0是關 OK 那也就是說以後 你如果寫程式的時候 1跟true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有時候 比如說寫成1的話 那你不要覺得奇怪 為什麼 因為你寫true要寫四個字 寫1的話只要寫一個字 所以我有時候為了偷懶 我都會寫1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1 1就是true 0就是false OK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Python也都可以接受 差別就是說程式可以少寫很多字 比如說我程式有時候會比較偷懶 所以程式越少越好 不然看起來寫越多 感覺會越煩躁 沒有人喜歡說程式寫那麼多的 底下的話還有一些相關練習 比如說這個是Hello World 當然這個部分就文字 這個就是整數 這個就是小數點 不過還有一個形態 第三個比較特殊 這個的話未來會講 這個叫串列 那什麼叫串列 實際上 它的英文名稱叫list 不過list的翻譯應該是清單 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資料放在不止一個的話 那你需要一個清單 那有點像Excel Excel打開 A欄B欄C欄 就是A清單 B清單 C清單 所以其實大致上 有類似的功能 只是說因為Python 它沒有一個Excel 不像VBA有Excel可以用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有大量資料的話 通常會放在串列裡面 那這個串列因為相對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這個之後我們才會另外 在一個單元會做說明 那轉換的部分的話 當然 就會有好幾種 比如說String int 跟floor 如果串列有串列 就list 可以把它轉型 那再來的話 有關那個拖曳資源 那什麼叫拖曳資源 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有些的符號 因為Python已經用到 比如說單引號 或者雙引號 那因為這個符號在Python裡面是有意義的 但是呢 可是如果假設 我希望呢 在這個加總結果 我希望這個加總結果前後有 什麼 有一個 有加總 我希望在加總這個前面 跟後面再加雙引號的話 那怎麼輸出 比如說現在輸出的話是加總 那如果我希望輸出加總冒號 我希望在這個39.5的前面這邊加一個雙引號 後面再加一個雙引號 有點把它刮起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輸出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用到所謂的拖曳資源 因為呢 這個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 那可是我要怎麼輸出 理論上當然我們的想法是 應該是在這個 字串的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雙引號 可是問題喔 它會造成就是一個問題 它一直會confuse 你這邊怎麼多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用來表示字串的 那你怎麼加一個這個東西 那你要告訴他說 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雙引號 其實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所謂的資源 我必須把它拖離 拖曳資源有點像 我告訴你喔 所以前面一定必須什麼 加上一個所謂的反斜線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輸出那個東西 反斜線 雙引號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反斜線雙引號 來表示什麼 它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反斜線的符號 OK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反斜線加雙引號 不過這個因為 它這個 這個地方 因為字 它把它變成這個 這看起來有點不太清楚 記得是反斜線 加一個雙引號 不影響後面的雙引號 有沒有 這邊多一個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 後面怎麼辦 加號 一個文字 有沒有 那裡面放什麼 反斜線雙引號就可以了 特別之外 如果後面還有一個對不對 就把它什麼 補一個這個 看得懂意思吧 串接一個文字 那個文字 那個文字就一個雙引號 那 主要那個雙引號被用掉 所以必須在前面加一個 有點像前導資源 反斜線 資金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加總冒號 39.5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脫移資源可能會常用到 換行 TAB 有沒有 類似像這兩個 換行最常被用到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加總冒號 在這個冒號的後面這個部分 換到下一行去 那我怎麼換到下一行 特別之外 如果你要換到下一行 其實在冒號 加總冒號的後面 加一個換行的脫移資源 就是什麼 反斜線N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反斜線N的話 那就表示什麼了 表示在這邊幫我 換行到下一行的意思 所以執行結果的話 看一下 有沒有 加總冒號 換行到下面 OK應該可以懂這意思 就是換行的部分 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今天的話是開個頭 所以今天主要是 先確定你的環境是OK的 而且記得要熟練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把這個 第二個單元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底下這邊有所謂的那個 關係運算子 邏輯運算子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那個 有關邏輯方面的敘述了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先安排一下 然後 看一下 可以去進裏 很恐怖 哈 好 我來看 有 這麼 我們 有